妆感不中 但实际上也会强强放大我们的优点 但这个是不是就是你们想要的种伪缩眼妆感 所以今天咱们的重点就是放在最重要的眉眼部分 像底妆的话我们就跟之前一样快速带过了 然后我们来画很多姐妹最容易忽略的就是眉毛的部分 但如果你学了狙减这个下垂眉 你就会发现其实眉毛是最容易打开 正中往上定好我们眉 可以把我们的面部重心往前移 弱化我们的颧骨位置 这样子就算是咱们这种后面型的姐妹呢 也能有一定的面部折叠度 我们画眉分前半段的时候注意是比较偏圆的 后半段的眉皮呢就可以整体偏平缓 后一步呢可以拿手指上圆来测一下我们眉毛上圆的鱼粉 因为它的眉毛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上圆处理的是很干净的 当然在我们眉毛下端眼皮这块它会有一点点的杂毛 这样子也是可以进一步来衔接近我们的眉眼距离 这种眉毛是真的很适合咱们这种面部折叠度没有这么高的姐妹 也有我最近刚购入的这一盘 你看这个配色是不是就超级适合那种尾素眼小白化妆 用这颗粉色的打底 因为小椎它的眼线和卧弹其实是有一点种鱼尾的感觉的 所以眼线我们用种比较细一点的眼线叶笔 从我们眼睛后面拖出去 先平行再微微的往上秧 然后呢就是它卧弹部分其实也是一个倒三角的形状和棕色 稍微加深一下 睫毛的话我们可以把眼尾的这一撮控掉指甲前面三分之二的位置 然后觉得如果这样子还不够的话可以加一下假睫毛 就是我最近找到我觉得真的超级适合这种尾素眼妆的 都已经用空了一次了 它是这种属于尾巴比较长 但是整个重点加异了几撮的 然后是小椎的很多照片是不是会给人一点那种破碎感 可以提亮一下我们瞳孔正下方这一段 这样子就会有眼睛亮亮的感觉了 眼皮上方也来一点点这种闪片 大睫毛呢也要刷得根根分明 做一副可以拿我们这种粉色的阴影笔图 一点点在我们眼头还有眼尾的地方 然后用一个这种哑光的高光 先提亮咱们面妆这个三角区的位置 然后再点一点点这种膨胀色 在我们瞳孔正下方的位置